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小米 有沒有覺得今天的場景很不一樣呢 因為我現在人在日本的東京YouTube總部 那這次很開心可以收到Dior的邀請來這裡拍攝 那我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紅唇的三種畫法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說 紅唇就是一定要在正式場合才能出現 但是我覺得不一定 就是你利用不同的畫法 跟顏色的搭配 你可以就是搭配平常不同的穿搭跟妝容 所以我今天會分享三種畫法 然後搭配三種不同的風格 然後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種畫法呢 是利用紅唇與另外一色的唇膏 以兩色疊擦的方式來 綜合紅唇的強勢感 那我們先使用藍心眩色唇膏750 塗滿整個嘴唇 再用535鮮呈亮橘色來疊擦 因為唇膏它的金屬夾心啊 會讓整個唇妝給人家感覺是 顏色鮮明但是又有活力的氣息 可是又不會像單純紙上的紅唇那樣過於成熟的感覺 三紅則是簡單的蜜桃色 821色號 稍微提升氣色就可以了 第一種軟唇畫法呢 我覺得適合喜歡知性小清新風格穿搭的女生 我選擇了雪紡淡藍色的花襯衫 配上灰色的百折寬褲 你們也可以嘗試看看衣櫃裡類似的單品來做搭配 第二種畫法呢是含牛常見的咬唇妝 漸層妝感可以讓嘴唇更顯得精緻嬌小 想要讓咬唇妝的輪廓更加自然的話 我選擇用指腹直接沾取藍心唇膏999 它是他們非常經典的紅色 沿著嘴唇由內而外輕點暈染開來 可以根據自己想要的妝感輕重來調整紅色佔領的範圍 接著用淡粉色腮紅756刷在蘋果肌的位置 再用有pop腮紅別稱的玫瑰粉夾材來疊擦 這款粉夾材會隨著每個人的體溫跟膚色變化出不同的色調 打造專屬於你自己的好氣色 第二種畫法呢我覺得非常適合帶點個性的街頭含牛風格 我選擇簡單線條的黑色背心跟橫鬚和外操 來做有點性感甜美跟個性混搭的感覺 再加上墨鏡跟棒球帽 用配件來幫整體造型加分 第三套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霸氣正紅唇 俐落的唇部線條會讓整體復古感大幅提升 就像瑪莉聯盟露那樣令人印象深刻 第三套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霸氣正紅唇 先用唇形頂接著嘴唇邊緣細細的描繪出完整唇形 再用最新上市的藍芯角色純粹999填滿整個嘴唇 這個顏色是Dior非常經典的正紅色 因為它稍微帶點微霧的妝感 讓紅色變得更加有個性 搭配漂亮的粉色腮紅 可以把紅唇襯托得更加艷麗鮮明 這種完美輪廓的紅唇我覺得非常適合各種one piece產品 我選擇搭配蕾絲小性感的連身褲 配上俐落的短直髮 那如果你要參加晚宴啊或是party這種場合 絕對可以成為全場矚目的焦點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三種紅春畫法搭配不同的穿搭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我覺得這次經驗也非常的難得 如果你們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點這邊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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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會做了 我們下次見 我们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